Hello,大家好,我是周千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很有趣的一份考试 这是中文的文演文考试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在日本的义务教育中 我们一般不会学习现代的中文 但是中文的文演文是要学习的 既然我们在义务教育中学习 所以在大学的升学考试里面 也有文演文这个部分 我们在日语里面叫做汉文 所以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的中文文演文考试到底是怎样的 以及不会中文的日本人怎样考中文文演文呢 这个思考模式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呢,我想了一下 如果我用日语给大家讲解的话呢 你们需要一边看字幕一边看原文 我觉得看着很辛苦 所以这次我试着用中文给大家讲解一下 中文的文演文考试到底是怎样的 好久没说中文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中文也退步了不少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哦 这次我们使用的考试就是 日本的统一考试 以前叫做センター試験的 那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原文 以及几个题目 如果你想如考的话呢 你可以停顾一下画面 然后调整完整了之后 就看我的解说吧 はいそれではこちらで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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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日本人 中文文演文的朋友们 应该会大吃一惊 然后汉字左下酒的一二 这种气候到底是傻东西啊 其实这些就是为我们这种 不会现代中文的人 能干懂文演文的一个提示 这些在日语里面叫做 帰り店 因为我们一般不会中文吧 所以我们不知道中文的语秀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每个句子 该怎么读的提示 这就是那个记号了 一般来说有两种记号 第一个就是第一句话的 言和学中间的记号 我们叫做 如果看到这个记号的话 我们需要跳过这个汉字 然后先读后面的 然后才回来原来的汉字 比如第一句话的话 我们要读 六金之学言 这个语秀 然后日本人读的话 陆形的学习 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是 那个一二这种记号 我们叫做 一二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记号的功能 如果我们看到二这个记号的话 我们需要跳过那个汉字 然后一直读到 看到一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了 才回到那个右下角有二的部分 比如 而论 未学 知道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要读做 而学 未 知道 轻 这样子 日本人读的话 会说成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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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一起结试一下原文吧 我会以日本人的读法读一遍 然后我试着用中文 结试一下是什么意思了 《陆形的学生的学生性学生学生》 第一次讨论中文 烏尔 六经里面提到学们这件事 是在武厅的命令里面第一次看到的 然后讨论学们之路的时候 只说训和名而已 就是那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学们的是 有个人让自己的 应该是部下吧 讨论学们之入的时候 不过部下说的只是 训和名这两个词而已 那我们继续吧 尊とはその倦怠戦と欲して 当たわざるところあるがごとくするなり 瓶とはその心臭戦と欲して 及ばざるところあるがごとくするなり 这部分应该是讲解刚才被提到的 训和名这两个词吧 首先是训 这里说想牵手而收 我还不是完美的 应该是这种意思吧 然后第二个名就是 清修 这是积极的学习是吧 然后还不够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应该是 名是积极的学习 缺绝的还不够积极 这种态度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我解释做的话 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吧 那我们继续吧 私族はすなわち 虚しくして人に受け 進むはすなわち 努めて己を励ますなり 二者はもとより 返配すべからざるなり 我觉得这种话里面的 退和进 是指刚才说的 训和名 退就是谦虚 所以是训 进就是庆虚 所以是名 因此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 训就是找老师教你 名就是鼓励自己 主动学习 两者根本不是缺不了一个的 两者都要有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呢 为了了解这篇文章的意思 第二段是不需要的 因为其实这种讲解 有点太长 所以我会跳过这个部分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段 如果只是自卑 而不考虑自己主动努力的话 这就是只知道退 就是训吧 而不知道自己进行 就是明吧 然后这里有三个空白 每个部分要填 信还是明 我们看一下 到底要选哪一个吧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只知道信 却不考虑明的话 这个不是很好 应该是这样的吧 所以接下来的这句话的意思也是 只有信的话 不够的 还是有明这个态度 才能成功 这样的吧 如果能这么结束的话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难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虽然一是美德 但有二的话 肯定会有效果 这段话告诉我们 蛇门之路里面 需要重视的是三 已经明白了吧 答案应该是 一是信 二是明 三也是明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也已经明白了 作者说信和明 两者都很重要 但在蛇门之路里面 要重视的是明 符合这个意思的选择 是四吧 好 日本的中文文语文的考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很难吗 还是很容易吗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的感想吧 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些任务的话 请多多点赞 跟分享给学义员的朋友们吧 好 那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